像今天这个题目非常的大 这个题目大到一种程度 就是如果要讲全球的话 我们自己可能会陷入一种处境 就是还真的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讲起 光是在讲全球的华人 就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全球华人的组成 在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世代 然后有不同的需要 一路可以从欧洲到非洲到内地 像今天我能够在这边跟他一起来分享 其实我就在不久之前 所谓的不久之前 其实就是24小时之前 我人是在这个地方 在澳门 然后我昨天在澳门 前天在香港 然后四天之前在厦门 一周之前在福州 所以这些东西在 这样子的行动 或者是这样子的移动 是在 也许在150年前 100年前的宣教士 所不可能想象的 那不要讲说 100年前的宣教士不能想象 我想说在两年前 我们大家都还在疫情当中的时候 我们也没有办法想象的 好像一下开门了 就全部都开了 可是呢 在疫情当中的时候 我们也没有办法想象 怎么会有这么一天 全世界都动不了 今天在 荧幕上看到 许多的 童工跟我们在一起 有现场的 有hybrid的 有这个 在自己家里面的 有很多的 长辈也在我们的当中 各位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 我们也许在四五年前 我们大家都不会用的 不要说各位不会用 就是我连我都不太会用 怎么样子 能够来够上线 然后用YouTube 用Zoom 用这些 行动通讯的方式 能够来沟通 所以 我们今天要讲这个主题的时候 我想我们还是要回到一点 就是 什么叫做宣教 什么叫做大使命 或者是说 我们在讲全球的时候 我们是要用一个 这个望远镜来看呢 还是要用一个显微镜来看 而其实这两个呢 都是 都是看事情的方法 但是 会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用显微镜来看的时候呢 是非常 这个细的 personal 或者是说我们很用 我们个人的方式 我自己个人的经历呀 等等等等 但是如果用大的 这个望远镜来看的时候呢 也许我们看到的 就是一个趋势 这个趋势 或者是用大块大块的人口的组成 国家的组成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是一次要为 印度来祷告的话 其实我们在讲的是一个 有超过十几亿的人口的 一个大的国家 那在这里面呢 有十几亿的人口 有各种不同的语言 各种不同的生活习惯 文化等等的 但是我们 为了一个国家祷告的时候 我们好像可以帮他们 全部都祷告 我一次举手 就帮十几亿人祷告 那个感觉和我们 也许今天我们为了一个 小小的国家在西非 这座甘比亚 这样子的一个国家 来祷告的时候呢 可是我 我的距离感是很大的 就是因为我根本不知道 他们的需要是什么 或者是根本不知道 他们真正是在什么样子的 一个光景里面 我们甚至连他长得 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只知道他们 也许是非洲人 是黑人 但是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大概就真的不太知道了 这也是为什么 有很多的需要 是像宣教日影 这种为了不同的族群 为他们一天一天的 这样子的祷告 有这样子的重要性 我很感谢主 在过去的十年的过程当中 我一直有在参与 宣教日影的服饰 我的参与的方式并不是 我来做宣教日影的编辑 文字的工作 或者是翻译的工作 我在做的就是一个推广 推动者 刚刚金弟兄有提到 其实有人说 常常问我说 我自己怎么定位 我自己的服饰 我又不是一个 在前线的宣教士 那为什么我仍然是 看我自己是宣教士呢 其实我在做的是 宣教当中一个非常 关键的一个角色 这个就是一个资源的连结和转换 而且是鼓励教育 更多的基督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更多的去认识 从神的眼光一起来看这个世界 像这一个月 大家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七月 七月是为了 这个 我们都知道 很需要带导的 俄乌之间的战争 让乌克兰能够来祷告 上一周 上一个月呢 就是六月的时候 我们是在为北朝鲜 也就是我们一般俗称的北韩 来祷告 其实这些都是非常非常 这个全球非常需要祷告的地方 非常需要关注的地方 但很多的时候 我们自己的柴米油盐 就是已经每一天 所要面对的许多的挑战 他事情 其实都已经淹没了 我们的专注的焦点 我也很感谢主 能够有机会 今天在线上 我看到有这么多 现在至少有72个unit 所以里面也有的单位 是超过一位的 这个在线上 能够为了宣教 神的国度的一个誓言 一起齐聚在这里 一起来祷告或者是观星 像我手上拿了一集的宣教日影 他就提到了 刚刚我们教会所做的 其中一件事情 这一集呢 这讲的是 这是去年的 去年年初的 这讲达拉斯 达拉斯也是美国 一个很大的城市 大家都知道 在德州 在达拉斯 或者是这个Fort Wars 这样子的一个城市的里面 有了全世界最多的 不同国家的人 来到了美国的时候的 他的第一站 像刚刚讲到 我们教会 现在开始来关心一些 这个阿富汗的新移民 我们最近在做的一个新的推动呢 就是在做一个新的 这个培训的手册 要带到全球的华人的不同的地区 我在刚刚在香港 然后还有这个澳门 他们也对这个非常有兴趣 叫做 这本书呢 叫做 Welcome to Nations Among Us 欢迎来到全世界各个不同的地方 来到我们当中的这些异乡人 或者是我们在 有的时候我们定义他们为 这个叫做外邦人 那我们怎么样子能够不用走出去 就好像在疫情之后 我们怎么样在不用行动的过 就是走到远方去 但是却在我们自己所处的场域的里面 能够成为万民的祝福呢 这也是一个我们很值得思考一点 在我进入我今天的主题之前呢 我想就从这个来铺陈 也简单的来介绍一下我自己的背景 我是从小在台北长大的孩子 我的父母呢 是全世界的传道人 他们在台湾的校园福音团契 就是大家也许听过校园团契 校园书房 也许各位有买过校园的书 校园出版社的书 他们在那边服侍了35年的时间 所以我从小呢 就是一个在教会长大的孩子 基督教机构 所以我很相信这个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学生福音工作的重要性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 这个所谓的文字事工 就是像校园出版社啊 这样子的文字的事工 那我也有了一个这个 跨文化宣教的长期的短期的 跨文化宣教的经历 我想说长期短期 这应该是一个relative的 相对的一件事一个定义 对于一个礼拜两个 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的短宣来说 我的宣教服饰的经验是非常长的 我将近六年的时间在海外 但是对于那种一辈子 是作为宣教士的 30年40年是宣教士的人来说 我的五六年对他们来说 这简直是太短了 就好像是一个短宣是一样的 所以我在海外有服饰的经历 这在2003年到2007年底 将近有五年的时间 做了一个非常特别 也参与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事工 是做福音船 就是这一个事工 叫做Operation Mobilization 就到海外去 这个去了40几个不同的国家 跟许多的弟兄姐妹 一起在海外服饰 然后后来这个有几年的时间 加入了一个国际的NGO 叫做World Vision 世界展望会 或者叫做宣明会 在过去的10年 从2012年开始 我就更多的 就是回到了自己的土地上了以后 就更多的去参与了宣教推动的工作 因为我自己的生命 还有视野也都不太一样了 所以就开始了去做宣教的动员 宣教动员 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有许多的人 知道大使命 人人都知道大使命 但不是人人都有使命感 很多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 我们都知道 不管是马太福音的第28章 使徒行传的第1章 还有马太马可路加约翰 其实里面都有耶稣基督 所给我们的大使命 我们都知道大使命 但是真正能够有使命感的 或者是知道要怎么样子 继续的参与 或往前行的 其实不多 我们怎么样从祷告开始 我们怎么样子从 关心开始 我们怎么样从拆拍开始 我们怎么样子 能够自己有一些宣教的经验开始 其实都有很多 可以去做的事情 所以过去的10年 这就成为了我的 我的narrative 就是我的服事 范师母也很客气 说我经验很丰富 然后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我想不要讲说 我的经验是怎么样子 我觉得在许多的宣教的前辈的面前 我们实在是没什么好夸口的 我就把我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一些的内容 就在这边跟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看 好 全球的宣教新脉动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我们从几个不同的面向 来跟大家一起来报告 就是一个是who 谁 第二个是what 带什么福音去传给谁 就是从who到whom 就是从哪一个stakeholder 去把什么样的福音传到哪一个地方去 那这个state of missions 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 在2017年的8月的时候 也许是第一次 我不知道会不会是最后一次 就是一个内地的 第一次举办的一个清宣大会 在清迈举行 那在那个之后我们也都知道 不管是疫情也好 或国内的一些 这些情况很好 其实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但是在那次的大会里面 我就以这一个为主题 这个议题为主题 就是来讲 现在的宣教的新趋势 好 大家请注意 那个时间点 那个时间点在2017年 其实从2017年到现在 有许多事情都改变了 但是我今天就要从这个角度 能够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也许在讲到全球宣教动脉的时候 最有名的 如果要一张图能够来讲 这个现在全球的这个信仰趋势 或者是一个概括的话 大概就会用这一张图 一个点就是代表了10万人 全球的这个信仰的这个分布图 一个点 大家想一下 你从你自己的对于 也许在线上的大部分的同工 都有很多这个travel 就是海外旅行的经验 这个就算再没有海外旅行经验 你应该也有这个 这个从家乡来到美国 或者是从美国回去家乡的 这样子的经验 所以你大概可以了解 这个全球的这一个 大大范围的这些信仰的氛围 大概是怎么样子 那这一个点呢 等于10万人 你可以看到 有几件事情可以 我们值得观察 其实这光是这张图 也许就可以讲到半个小时以上 但是呢 就是我们如果今天讲 广义的基督教信仰 那其实呢 是一个唯一的一个 全球唯一的一个 不受地理位置 还有文化种族 所限制的一个普世的信仰 你看到其他的 包括那个伊斯兰 伊斯兰信仰 伊斯兰教也就是回教 还有这个所谓的印度教 或者甚至是佛教 都是集中在某个地区 在某个地区 像印度教很明显的 大部分都在印度的 这个半亚大陆上面 那这个灰色的部分 所谓的无神论 或者是非信仰 很大一部分呢 就是在我们中国国内 但是其实你把它拿起来的话 你会看到 今天在非洲的大陆 不是欧洲的大陆呢 也有许多的无神论的信仰 所以呢 如果我们只是用一个 切片来说 世界的五大信仰 我们用我们的这个手掌 大家可以手掌借我一下 我们用大拇指的拼 叫THUMB THUMB T就是Tribal H就是Hindus U就是Non-Religency Unbelief M就是Muslims B就是Buddhist 世界上的五大信仰 加上广义的基督信仰 这就是全球的信仰的一个分布图 但是呢 很有意思的时候 我们今天只是光讲基督徒的时候 或者是基督的教会的时候 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件事情 大家有没有发现 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我问第一行 大家觉得第一行的这些 有不同的穿着 不同的文化 不同种族的这些面孔的人 谁是基督徒 我看到这个亚文姐 怂怂肩 答案是 没错 你不知道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我们会觉得白人是基督徒 西方人是基督徒 可是现在的西方人的基督徒 反正很少了 或者是说他们的比例越来越少 我不要讲别的地方 别的国家 我就讲美国好了 大家知道美国最大的宣教特会 叫做Urbana 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Urbana的学生 有点像他们的清宣 就是Urbana宣教大会 有一篇报道 就在几年前有一篇报道 在Christianity Today的报道 说现在去美国的Urbana宣教大会 你走进去 你看到的大部分的面孔 六成以上的是Asian Americans 这是各位的第二代第三代 Asian Americans 反而是白人黑人什么 这些都很少 反而看不到了 拉丁美洲人的第二代 和亚洲人的第二代 来了非常多 那所以光是讲Christians Who are we Christians 就已经是很有讨论的空间了 第二件事情是 还有第二件事情就是 每一个文化 它的脉络 它的context 它的处境 它的文本 都会在它的信仰的里面 是有了不同的interpretation 我刚刚讲说我昨天在Macau 就是我们全家一起去澳门 去休假去看一对长辈在那边 然后在澳门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天主教的教堂 然后里面有一个叫做沙悟略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Xavier 沙悟略传教士的一个纪念馆 那里面就有一张图 一个像 这个像在我眼睛看起来就像是观世音菩萨 那一张图呢 其实呢是中文 这个华人画的 这个华人画的这个圣母抱子像 然后我看到 这个对我来说冲击好大 再来一个就是今天我们在讲教会的时候 What is the church today? 也许有一些同工 我们是从国内的家庭教会来的 也许对我们早期的农村教会的那种 培林会的 像我们右下角的样子 是印象深刻 所以其实我们下面的这几间的 其实也都是教堂 其实在现在这个时代 我们要去怎么样子去认识我们的心 其实呢 我们需要用更多很深刻的眼光来看 2017年底的时候 2017下半年这10月的时候 我有一个机会呢 跟我的好朋友 一起前往的东非的一个地方 叫做Keya 这个台湾翻译叫做Keya 内地翻译叫Keya 不管怎么样翻译他的英文 就叫Keya 就在Keya跟另外一个国家 叫做Uganda 就是乌干达的这个交界的地方呢 这个去探访 在那边呢 有很多的 当天呢 他们就邀请了很多教会的一些的领袖 然后呢 他们邀请他们来 就听我 能够来跟他们分享一下 怎么样子 能够做一个参与宣教的事情 我的心里面有一点点 不知道该说什么 因为过去一直以来 我的刻板印象就是 非洲是需要人去宣教的地方 那但是呢 我自己的负担呢 是要鼓励人 成为宣教者 而不是做一个只是receiving 就是接受别人 给我们这些福音的好处 可是我又想一想 没错啊 在这个非洲 撒哈拉沙漠以南 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 已经是基督徒了 今天的非洲成为了全球基督徒人数 最多的地方 那为什么他们不能成为 从mission field 变成mission force呢 这就很值得讨论了 那所以在那一天呢 我就跟他们分享 也跟他们挑战 也challenge他们说 你们今天 我们今天都得了福音的好处 今天我是一个 I'm a Chinese from Taiwan 然后呢 我来这边 是要mobilize 去来鼓励你们 说我们在这个 神国的大使命里面 其实都可以参与 我们都有一份的 长话短说 我讲完了以后 我也不知道他们感受怎么样 我也给他们看 我今天给大家来看的 这个一些PowerPoint 然后还有跟他们分享 我的负担 讲完了以后呢 这个在图上面 有一位帮我翻译的这位牧者 就站起来 代表大家讲了几句话 我就很惊讶 他说 这么多年以来 有很多的宣教士 来到我们这边 这些西方人 美国人的宣教士 来到我们这边 他们都 从来没有告诉我们 有这样子的讯息 他们都觉得 我们是需要 被福音的恩典 要转化 他们都觉得 我们是贫穷的 他觉得我们是需要 被帮助的 但是今天一个 小眼睛的白人 他们在说的是我 我是小眼睛的白人 然后呢 来到我这边 跟我们讲说 原来我们也可以 带着福音 走到跨文化的地区 到远方 他就说 你知道在我们旁边 这个湖 这个湖呢 一路往北开 那边还有人 还没有听到福音的 我们就可以 从我们这边拆派人 拆派宣教士 不再只是别人 来到我这边 而是我们也可以 去到那边去 然后他就挑战 在场的这些牧者们 说我们要怎么样子 来支持这样子的事工 然后我听了就很感动 因为我能做的很少 因为我 我也没想到会有这样子的 因为我自己 其实也是带了 一些偏见的眼光过去的 我再讲另外一个故事 给大家听 2019年 在疫情之前 那时候其实大家也都不知道 会有这样子的疫情 2019年的时候 我到了伦敦 去拜访我的堂弟 我的cousin 我的cousin 他和他的太太的照片 其实就在这中间 在这边 他叫 Norman 他是我的cousin 他和他太太Annie 两位都很优秀 是在英国的伦敦 当大学老师 大学老师 所以我去拜访他们的时候 就去到伦敦的市中心 边上 有一个区 叫做Henden Henden这个区 那星期天到了 他就问我说 你有没有要去哪一个 有名的教会去参观 你要不要去西敏大教堂 Westminster 或者是你要去 那个Old Saint 就是约翰斯托德的 那间教堂 然后去看看 我说不用 那些我们在网路上 看YouTube就看得到了 平常观光的时候 也会经过 我想就去你去的 那间教会 我去的那间教会 就在我们家的对面 那间教会就叫做 Henden Methodist Church 就是你知道英国 很多这个Masodist 就是卫理工会 卫理会 巡礼会 那我就去的 跟他们去的那间教会 那间教会 从 我说句实在话 从外表看不出来 但是里面是这样子的 从星期一到星期天 都没开门 你说星期一到星期天 星期天没开门 不是关门了吗 没有 就是星期天的早上 开两个小时 门开起来 就这些弟兄姐妹 就进来 鱼贯的进来聚会 你看一下这个是 他们的 他们的墙上 就有一张 他们所有的这些 会友的这些照片 就跟我那天看到的是一样的 你知道看到什么吗 看到的就是 他们的教会里面 几乎几乎看不到 白色肤色的人 教会总共才 大概二三十人吧 没有主日学 没有小朋友 这一张 在墙上的这个 member的board 我想很多教会也有 我下次 如果今年或明年 有机会去你们教会 我也看一下 你们教会的 这个主神怎么样 在英国的 市中心的这间教会 就是一个 英国教会的缩影 你看他这个照片上的白人 是南非人 只有一个人 是来自于英国的 就是意思就是说 在英国自己本身 已经没有出生于英国的基督徒了 That is so interesting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 这个世界 其实我今年 现在是七月了 我四月的时候 才又去了一次英国 所以 其实没有改变多少 疫情之后 所以 今天不要讲说 世界的局势怎么样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就是 The shift of the gravity of the church 就是 过去的一百年 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我们可以讲 这个疫情当中的事情 但是我们把时间 拉长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 过去的一百年 基督徒占全世界人口的比例 没有改变 你要知道 你说怎么可能呢 怎么可能没有改变呢 我们有这么多的宣教士 这么多的宣教的事工 或者是我们 我说 对 可是根据 真正的 长时间的调查下来 基督徒占全球人口的比例 广义的基督徒占全球人口的比例 有百分之三十三到三十四 大概都是这么多 但是 这个百分之三十三到三十四呢 有非常大的改变 里面呢 原本来自于西方的 也就是美国啦 欧洲啦 澳洲啦 新西兰啦 这些 所谓白人的基督徒的比例 以前呢 一百年前 占了全球的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 到今天 这个完全相反过来了 反而是亚洲啊 非洲啊 拉丁美洲啊 占了全球基督徒的百分之 将近八十的比例 所以这也代表了一件事情就是 的确的宣教的工作 全球的 这个神的工作 正在进行着 你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没有这些 祷告 没有这些宣教的工作 没有这些 在前线的人 而且是超越了自己 本土的 本族本家的 这些宣教的工作 请问一下 这个情形 会不会是更糟糕的 我很感动我们 教会讲说 这个我们是关心宣教的教会 不管是十八个机构也好 或者三个在海外的家庭也好 是一个福音导向的人 因为我们有 有前往台湾 有前往内地 在东北 哈尔滨 我全部 我都把他抄下来 把他抄下来 就是有这么多福音的事工 但是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 我们要怎么样子 能够看到神的国度的 kingdom perspective 就是国度的扩张 而不是守着 或者说我们 也许我们是很在乎 我们的血肉之情 我们华人的信仰 是怎么样子能够 要有好的教会 要有健康的 门徒训练 等等等等这些 但我们怎么样子能够看到 那个大使命 从本族本家 到那万族万民 的这样子的视野 可以放在我们的心胸的里面 所以我一直没有答案 因为我知道 虽然我也 我们也在推动宣教令 或者是 我现在手上拿给大家看 这个30天为穆斯林祷告的 30 days of prayer for Muslims OK 然后这边还有什么 佛教徒的 这个15 days of prayer 然后我还做了 参与的这个翻译 这个这每一个都是project 好一个又一个的project 可是有太多太多的 这是对印度教的祷告 祷告当然是我们很多 往前进的这个动力 但是我们需要有更多的 装备认识行动 才能继续的向前 另外一个 也从上面的这一个议题 而衍生出来的 那就是 多元宣教的重心的转移 意思就是说 以前 宣教的发源地 发动地 都是从欧洲 美国 然后到其他的地方去 所以呢 我们很多 这个 很多宣教的故事 就是从这里开始 不知道在线上 有没有台湾背景的弟兄姐妹 我想每一个台湾背景的弟兄姐妹 一定都听过 这个所谓的 马接的故事 马接 宣教师的故事 北台湾的马接 我们还有蓝大卫医生的故事 我们还有这个 马亚哥的故事 那我知道这个道德兄是温州背景 对吧 那我们温州也有这个 温州的宣教师的故事 曹雅直的故事 苏惠莲的故事 我们花园像教会 都还有他们的这个 还有他们的这些像 这个 纪念在那边 这个曹雅直的故事 那更是不得了 那是 那是一个legend 一个传奇 因为他是那个 雪腿的人 当年要 去找戴德森 去recruit他的时候 还跟他讲说 你这个样子 我这个已经很不挑了 你还来 你真的真的会有危险 曹雅直这个宣教师 就跟他说 因为我看到你们 两条腿好的人都没有来 所以我来了 这就成为了宣教历史上 非常有名的一句话 非常有名一句话 这以前都是从西方 从英国来的 像我们这个 不管是马里逊 或者是这个戴德森 有所谓英国和广义的英国 那个苏格兰人会生气 因为很多人是苏格兰来的 像我们这个 马亚各医师 就是James Maxwell 就是从苏格兰的 这个张老会拆派的 张老会拆派 可是呢 今天不一样了 今天我们都听到 韩国的教会 拆派很多的宣教师 我们到哪一个国家 不要说别的 都会找到 怎么有韩国的宣教师 也在这里 现在越来越多的 全世界排名第二多 拆派宣教师的地方 是巴西 这个中南美洲 开始很多的教会 开始他们的宣教的运动 年轻的人的运动 是整体的教会的运动 今天的华人的教会也好 我为什么这么有负担 在参与这个当中呢 我们看到中国的教会 在宣教的参与上面 哇 真的是非常的 急起直追 而且有使命感 有使命感 但是还有很多很多的需要 那我们就不再 这不是今天要讨论的话题 菲律宾的教会 我们也看到 它也是一个宣教的重心 菲律宾的教会 也透过了很多 他们的在外的这些 移工 也参与到了 很多一般传统的宣教 做不到的事情 印度也是一样 印度的教会 在做很多印度大陆里面的 跨文化的 本土的 跨文化的行动 像我们自己教会 我的教会 在台北的一间小小的 弟兄会背景的 基督徒聚会处 小小小 我们在支持的一个 宣教士的家庭 他们就从印度的 一个大臣叫 Chemai 拆派到印度的离岛 叫做安达曼群岛 就在安达曼岛上面去 做跨文化的 这个职堂的施工 这是我们教会所参与的 所以以前我们想象的 宣教士的样貌 和今天的样貌 是完全不一样的 完全是可以说是 也许还是有很多的 西方的宣教士 但是今天有需要更多的 反而是像你我这样子的 甚至有可能 我们自己去不了 但是我们可以支持他们 在祷告上面支持他们 在装备上面支持他们 在资源上面支持他们 这是一件多美的一件事情 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了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时代 是第一次在教会的历史当中 我们知道了我们该去往哪里 我们还有剩下多少的任务 还有我们该要怎么做 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 在初代教会开始的时候 当使徒行传第一次 教会里面的 教会成立以来 然后这些聚集在一起的人 被称之为基督徒的开始 我们在记录初代教会的时候 他们其实从来没有一个 真正的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我问大家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说起来很好笑 你觉得保罗知不知道 地球是圆的 我就问这个问题就好了 保罗知不知道地球是圆的 他可以 因为他在使徒行传里面 最后面就提到了 他要到最远对他来说 那时候是地级的地方 叫做西班牙 这是西班牙 后来的记录就只有到 他去了罗马 然后就在那边殉道 所以他其实根本不知道 这个世界还可以继续再向西 然后也许还有人是在那个地方 他不知道的 初代的教会也不知道的 他不知道耶稣基督给他们讲说 从撒玛利亚 犹太全地 对不起 从耶路撒冷 撒玛利亚 犹太全地 直到地极座的建成 到底是什么意思 对于所有的门徒们来说 他们也不知道 什么 才是真正的 那个 好的步道方式 一面走 一面传 而且呢 他们那时候呢 没有所谓的 拆会的机制 没有所谓的 这个信心募款 的教导 他们也没有 这个 我们今天讲的 所谓的 Member Care 他们也没有正式的神学院 要来装备我们 三年以后 你要学好语言 你要做什么 没有 但是我们今天 2000年之后的今天 我们有许多的资源 教会里面有祷告的资源 我自己 我们也写了很多的书 我们有很多的装备 在做这样子的预备 在有教会的历史以来 现在是一个最策略 关键 而且是最直接 能够让我们去前往 到世界上最需要的地方 去的时候 但是有一个问题来了 答案 各位你觉得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 我们都知道了 我们也有这样子的资源了 我们也得了福音的好处了 不要讲说华人的教会来说 我们讲说全球的教会来说 你想想看 发展了这么多年 有多少间的会堂 我今天坐在 我自己的办公室的里面 一个小小的办公室 就这么大而已 就这么大而已 我在这边吹着空调 然后我在做这样子的预备 我在线上跟大家讲 我心里面的交集是什么呢 我们心里面的交集是 我们有了前人都没有的资源 但是我们的热情 我们对于主耶稣基督 给我们的呼召的负担 是远远比不上前人的 不要讲说2000年前好了 就讲过去的 这宣教的历史的开始 150年 1865年的时候 戴德森 成立了内地会 到现在今年是2023年 你要知道戴德森 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 James Hudson Taylor 他不是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 就长这个样子 这一张是他晚年的时候的 一个画像 他第一次去的时候 是1957年 他才21岁的时候 还是一个年轻的 我们这边叫做粉嫩粉嫩的 少年人 21岁 我不知道线上 有几个人是21岁的 或者是21岁以下的 大概除了 刚刚那个道德兄的孩子 跑过来露了一下脸之外 在场都没有人这么年轻 想想看 一个20几岁的年轻人 决定一辈子的尾身 能够到一个不是他自己国家的地方 然后要前去 决定要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 也许会对他造成伤害的 这样子的一些人 他当年来到上海 上汕头一带的时候 那时候的中国 是一个男人都目不失钉 女人都裹着小脚 没有任何的电力 没有飞机 18多少年 飞机到1905年才开始的 才被发明的 花了160几天的时间 那时候没有所谓的短宣队 短宣队你坐船到亚洲来 下船照一张相回去 刚好一年 没有短宣队 但是我们 我们今天呢 其实我跟 戴基中院长算是很熟 他是我的好朋友 也是我的mentor之一 他有一次就提到 我就问他说 你过几天 要去那个英国 要去分享 你现在英国坐飞机 要多久的时间 他说现在啊 从这里飞过去 11个小时20分钟 我说11个小时20分钟 我说你下一次讲到的时候 也许你可以把这个拿出来讲 因为以前啊 你的真真真主妇啊 这个戴德森啊 要花到160几天 你今天只要花11个小时20分钟 你上飞机 看个电影 睡个觉起来就到了 要是当年 戴德森知道 在100年过后的今天 有这些方便 我不知道对他来说 是好还是不好 我们一定会有对于宣教的这个策略 应该要有不同的看见 像以前我们有些想的是怎么样子能够行动更方便 更Mutitasking更快 今天这是我自己家的小朋友 坐在我们电动车上很安全 因为这个完全没有开起来 现在呢我们在讲的是行动通讯 我们现在在用Zoom来在线上上课 但是我们有没有对于世界上还没有听闻福音的那些人更有负担呢 这也许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这是最近几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数据 这个数据呢是来自于 Gordon Conwell的这个 Study of Global Christianity Todd Johnson博士所领导的这个团队 所提出来的 是这样说的 他是81% 这个数字啊 从86% 调到了81% 感谢主 因为这个是 这个有一些 有很多很多的机构所做的一些的努力 很多的教会 很多的机构 很多的宣教士 全部后继的努力 但是这个数据仍然是非常的惊人 就是81%的非基督徒 连一位基督徒都不认识 不是说听到福音 是他连一个人都不认识 常常有人在讲说 我们派的短宣队 去了台湾啊 去了哪里 我建议大家 这个下次 可以来台湾没有关系 但是台湾已经有很多教会了 可能要到更多的 这个没有教会的地方去 没有机会听闻福音的人当中 在台湾的这些教会 其实是我们的责任 台湾的教会 没有做好 我们做光作严的功夫 说起来很惭愧 在台湾呢 有很多的外来的 这些移工移民 包括 印尼人啊 泰国人啊 越南人啊 等等 其实我们很少很少 做 关心他们的事工 我们也不要讲说 这些所谓的外国人 我们就在讲说 我们自己的 在台湾的教会里面 大部分都是所谓的中产阶级 而很少你有看到 基层的教会 所谓基层的教会 就是他们也许是在 做一些服务业的工作 理法的啦 做工的人啊 渔夫啊 或者是这些 外拥外配 所生下来的孩子的 这样子的家庭 单亲的家庭等等 很多这样子的非基督徒 他们也许 就在我们的身旁 但是连 我们跟他们 跨越出来 不管是跨了文化 跨了我们的心态 什么的 我们都非常非常的缺乏 我想我最后 要做一点点结论 因为要留点时间 给大家 能够有一些的回应 我讲的有点多了 1989年的第二届的洛桑 是在马尼拉举办的 那一届他们有一个 马尼拉的宣言 这个马尼拉宣言呢 就是挑战 全球的教会 the whole church to take the whole gospel to the whole world 各位还记得 我一开始的时候 所讲的 那个主题吗 我一开始的时候 所讲的 那就是到底是谁 要带什么样子的福音 去到谁那里去 全球宣教的脉动里面 我们必须要证实一件事情 就是 今天 古区国语教会 是一间教会 但是没有任何一间的教会 一间的教会 或者是一个机构 可以声称 他们可以把全部的福音 带到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 We need each other We need radical collaboration 我们需要更多的配搭 彼此的尊重 或者是彼此的支援 也许在我们的当中 我们的弟兄姐妹 有些人觉得说 我现在已经 大概已经不再 能够去学一种新的语言了 要到海外去 虽然我们刚刚的祷告 我们刚刚的诗歌 大家都唱的 或者听的就是热血激昂 主卧愿意 我们要能够像一粒麦子 种在 这个死了 种在土里面 但是有很多的时候 大家也许想一下 也许神 要我们在这个 神的国度的大的拼图的使命里面 要扮演的角色 并不是 要去做那样子的角色 也许我们可以扮演别的角色 我们也许可以扮演 wilcomer的角色 我们也可以担任 mobilizer的角色 为什么我会说我自己 是一个被呼召的 mobilizer 因为我知道 我去做动员的时候 我们是 holistic 更整全的动员 而不是只是单纯的看说 我们有没有 这一个人要做宣教室 下一个人要做宣教室 我们要看到的是 整体动员 动员 我们的财力 我们的物力 我们的 我们的talent 我们的gift 能够到 那些需要的地方 或者就在我们的当中 那福音不再只是说 一个是嘴巴讲的福音 而是一个整全的福音 更holistic 更整全的一个福音 是关注人的现在 也关注人的未来 永恒的一个福音 传到整个世界去 有可能是近处 有可能是远方 但是我们一定是要看到 怎么样子 让神的国度 可以更加的推进 真的是求主联名我们 我们能够看到 这些的需要 我最后举几个例子 给大家说 我过去的几年 都在参与的一个network 这就是global mobilization network 我们去年的 二月的时候 在疫情 才刚刚要 比较 解封一点的时候 终于有机会 就一起相聚在 伊斯坦布 就是土耳其的伊斯坦布 我们就一起 讨论 在我们的当中 有来自于非洲的 有来自于 这个中东的埃及的 有来自于这个 西部非洲的 这个奈及利亚 就是尼日利亚 来自欧洲的 有来自拉丁美洲的 这些不同的代表 就在讨论 我们还可以在 那时候疫情 都还没有正式的 开封解封 但是已经在 朝未来在迈进了 我们要怎么样子 能够 更好的一起的配搭 从mission field 变成mission force 从那个心态上面 去来改变 不只是地理位置 上面的改变 已经一年多过去 快要两年了 我们发觉越来越 并没有朝好的方向发展 为什么呢 因为疫情一结束了以后 大家越来越多的 在看的 就先保自己的事情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这种感受 但是我们在很多的地方 就是很多的 国度性的施工 只要跨越了自己教会的圈子 跨越了我们自己机构 反而变得很难做 我们知道我们要跨越 但是在这个时候 人人都先顾自己先 其实这是一件 非常非常挑战的一件事情 真是求主联名我们 我后来去了一趟伊拉克 这个在伊拉克的北边的 库德斯坦的地区 我回来的时候 也被quarantine了好几天的时间 现在我 我们我就有了一些的思考 这些思考 反而是从我自己 自己的这些行动 我刚刚讲的是一个很博观的 但是我现在把它拉回来 讲一个非常个人的 非常围观的一些关键 这个关键就是 我们发觉更多的需要 越是有这些网络的东西 AI的东西 有这些人工智慧 越可以用这个视讯 我们越需要很实体的 人跟人之间的关心和连结 今天我可以透过 这一个场合 跟我也许一辈子 都没有见过的各位 也许以后也不一定有机会会见 我们萍水相逢 讲话聊 讲了一个小时 我可以跟你讲一些 高言大致的事情 但是呢 我不是真正的认识你 你也不是真正的认识我 我们要怎么样子能够 更深刻的去能够 成为彼此的鼓励 支持 动员 其实这就是我们今天所 遇见的更新的挑战 我们看到目标是在那一边 我们看到神的国度 那个大使命的 the last mile of great commission 最后一里路就在我们的眼前 我们也知道今天还有哪一些的族群 是需要福音的进入 才能有所突破 但是最困难的并不是我们 不知道 最困难的 而是我们愿不愿意 求主 联名我们 在 这么多 我所接触的教会里面 你们是很特别的 刚刚 金弟兄 有在提到的 我们就算在宣教学的里面 从M1 M2 M3 M4 M5 你们都有做 本地同文化 本地义文化 义国义文化 义国近文化 义国同文化 我们都有 感谢主 你要知道 全球的华人的教会里面 很多教会都有 所谓的宣教事工 但是很多 都是做些皮毛而已 但是 求主让我们在这一些 看得见的事工的里面 能够看到 我们不只是doing 我们更需要有knowing 更要成为我们的being 我的时间呢 就到这边 就要告一个段落了 求主祝福大家 也继续为彼此来祷告 从我们 关心世界 也能够成为我们的行动 我们在这边 点到 谢谢你 说